我們可以講一下 天平座這運勢 幹我屁事啦 我不是躺起羊好不好 我不是躺起羊 所以拜託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去看影片 不要再問我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導演新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小吻 歡迎收看 小編就愛問 Mua 絕望2選1 小編會舉出兩個例子 小吾必須選擇對她來說 比較無法接受的選項 就來看看什麼對小歐來說最絕望吧 你不能接受被大家說過男相處 還是半年不接夜配 半年不接夜配 選比較不難接受的嗎 半年不接夜配 那半年不接夜配跟被劈腿 半年不接夜配 半年不接夜配還是保持光後患 啊!!! 半年不接夜配 半年不接夜配跟討厭的人也一輩子的靈活情緒 啊!!! 討厭的人也一輩子的螢幕情侶 那你討厭的人也一輩子的螢幕情侶 或者是半年不吃火鍋 喔!!! 喔!!! 螢幕情侶那個 你討厭的人也一輩子的螢幕情侶 還是開除頻道的一個人 啊!!! 開除頻道的一個人 開除頻道的一個人 還是退出約束圈 開除頻道的一個人 太難了啦 因為我是一個很捨不得 我是一個非常討厭分離的人 然後加上說我跟每一個進來的人 我都會夸下海口跟他們說 你放心 我絕對讓你工作一輩子 所以你可以辦你不接夜配 可是也不要一輩子的 討厭的人也挺不客氣的 因為我是一個其實蠻以心情工作的人 所以其實心情以及我的整個態度太重要了 因為我覺得我也有可能會 不小心 說其實很不喜歡他 或者是很尷尬之類的 我怕我的粉絲看出這些 所以就是先把錢丟掉吧 啾 那你最想要接到別人 遊戲類別 因為其實遊戲類別 都主要的TA是男性 所以其實我們比較少接到 可是你知道我非常喜歡COSPLAY 你知道嗎 所以像那種宮廷劇 或是一些武俠的 拜託乾爹 我們這麼好用 這麼好用 這麼好用 我們這麼用心 你們有錢有預算的話 應該是花在我們身上吧 OK 沒問題 我們缺遊戲 遊戲場上都很有錢 我們配合度很高 而且答案本成效都很好 而且我們保證點閱率是30萬起跳喔 聽你在哈嘍 小編收集了網友們對小巫想問的問題 以及想看的挑戰 小巫必須透過疊疊樂抽出題目 並如實回答至少10題喔 希望不會出現那種很尷尬的問題 應該不會 真的嗎 那有一點沒關係 你們不會逼我吧 你們還是會啦 大家好 請看 我跟你說 先從下面的橋 欸這個 請從這個 一直要玩 我很會玩這種遊戲 這樣 BAM 受不了拍片 遇到什麼事 最怕就是時間上的問題 像是我們 自己拍片還好 可是遇到傷案的時候 有廠商在的時候 我們裡面有幾個人很會遲到 卡特 勝元 不要再遲到了 OK 最害怕看到什麼留言 喔這個問得很好耶 我覺得就是攻擊性的文章 我說真的其實我是一個會刪留言的人 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 可是 我不刪那些罵我的人 可是我會刪那些 罵我 團隊裡的人 的留言 就是我覺得這太難聽了 害怕看到是因為我 我怕他們看到 不是怕我看到 其實我還好 我 我心臟 我心理素質其實還蠻高的 可是我怕的是 我的其他人看到會受傷 不是有建設性的 是那種 單純攻擊的 我就一定會刪掉 我不喜歡看到 很多人問我說 要不要拍一集回復酸民的影片 可是畢竟不得不說 我們的酸民真的太少了 就是我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可以 蛤 會害怕看D卡嗎 其實會耶 原本我是不太看D卡的人 然後是因為粉絲都會去留言嗎 因為前期的時候 我們上D卡都是 可能是 欸你們看過這個頻道嗎 單純出來討論 那時候 我們在熱度上面 討論度上面 差蠻多的 就是D卡上討論我們的粉絲其實是會講的 所以前期我覺得上D卡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只是說後期開始出現有一些 可能是不同的方向 因為其實 我們吃女生粉絲重 所以其實我們粉絲大概八十幾%都是女生 所以女生都會幫我說話 可是 我怕看D卡是怕看到那些 他們叫 他們叫藍頭 就是男生 因為男生相對比較少看我們 所以覺得我們很吵 所以其實 通常會罵的人 都是男生居多 他們會說什麼 他誰呀 或是說 就是又不好看 好吵喔 什麼自拍 這種話其實看蠻多的 還有一部分 怕是怕看到朋友 那是阿遠 阿沙沙 狂上猛上 最喜歡自己的哪一個影片 早期的影片我比較喜歡 因為早期是你 一個創作者的起點嘛 所以你那時候會有很多很多想要分享的東西 你有很多很多的靈感 每一支都是你人生中的大片 我們盲測一個我覺得超好笑 是我半夜想到的 媽媽用來打小孩的器具 你們看過嗎 我們盲測很多什麼熱熔膠 什麼木棍 麻將 那個板 愛的小手 那支真的超好笑 那支是我很早期的片 所以後製沒有到那麼好 可是內容題材超好 而且那支回去看 OMG笑得要死 就是想到這題材真的是天才 你知道嗎 就是我 就是我本人 好的不行 然後還有那個 Emily系列 Emily是讓我紅的 化妝 用那個文具 文具組來化妝 那是我在 去逛書局的時候想到 想說哇這也太像眼影盤了吧 喔 眼影盤 那時候想到 是那支讓我紅起來的 所以這兩支我都很喜歡 我不會是星座耶 因為像我自己是 蠻喜歡你之前拍星座的 我跟你講 其實很多人都說 小紅你是星座大師 其實 我不喜歡拍星座 因為要收集很多 很累 那個其實很累 所以星座是拍我的最後一名 而且很多媒體來參訪都會說什麼 你可以講一下 天秤座這個運勢 幹 叫我屁事啊 我不是唐喜羊好不好 我不是唐喜羊 我第一支是拍牡羊座 我是牡羊座 那我太了解我自己了 我那時候覺得說網路上沒有一支 是我覺得講到我心坎裡的 所以我先拍那支 跟大家說什麼叫做牡羊座 然後就很紅 紅完之後大家就說 那可以看雙子座嗎 可以看巨蟹座嗎 所以 拜託 如果說你有什麼問題 去看影片 不要再問我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這一顆 其實會倒欸 好像快倒了 好奇我的理想情 我之前也說過我的理想情 我跟你說 因為我是一個微媽寶 也不是媽寶 我是微媽寶 小時候我媽照顧過我太多了 就是 我們家不是說非常的富裕 只是說我媽把她有了都給我了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 我有什麼想法 我媽都很支持我 跟我媽像的 我會從小就覺得說 這種人是最好的 然後跟你說 我媽就是一個 很敵人 然後 聲音很好聽的人 然後再來就是 呃 不能夠太有主見 我覺得這很奇怪 可是就是 真的 我的理想情就是 不能太有主見 因為如果說你很有想法 我也很有想法 很容易吵架 對對對 我不喜歡跟人家吵架 所以 稍微聽我的吧 對不對 比不起來 OK 下一題 最下面的 會不會未來有什麼目標想要達成 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規劃的人 所以問這個問得非常好 成立經濟公司 是我目前的比較大的方向 就把我們團隊整合成 整合成一個公司的方向 然後未來不僅限於網路 我們還可以往電視圈走 然後讓 呃 小五頻道的每一個人 都能夠有很好的發展 這樣 然後我跟你說我超想開火鍋店 可是這個 就是如果說我這個沒有做起來的話 其實我非常非常想開火鍋店 因為我覺得火鍋真的太好吃了 如果每天 今天你會很愛吃火鍋 如果說每天回家 都可以對火鍋吃到飽 我覺得我很氣 可是近期近期 最大的目標真的是 就是把我們的頻道的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做起來 然後公司制度建立好 這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還在學習 只是說 這次我有很大一個目標 喔 其實蠻好玩的 沒有 變 他的影片好難笑 都在自嗨啊 OMG 你怎麼記憶出來 好過分喔 為什麼頻道只放你的名字 因為一開始頻道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後來默默加入了 找聖元來拍 想說有些題材要雙人搭配 然後聖元就來幫忙 然後後來悠悠加入 卡特加入 導致後面我們變成一大群人 可是因為我覺得頻道名字很重要 其實它就是我們的開始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改頻道的名字 所以沒有為什麼 就是這一路的成長 很謝謝他們幫忙 可是頻道畢竟還是我的頻道嘛 所以就是名字是我的沒有錯 不做Youtuber要做什麼 原本想過要做導遊 可是因為我的日文 學的不是很好 然後英文又很爛 好像做不起來 所以就先放棄 然後就是剛剛說的 如果說更順利的話 開店就是火鍋店 好開火鍋店喔 如果說有什麼火鍋店的 什麼想要 頂讓 對之類的 我OK 真的嗎 欸這輕鬆 這個一直要玩 我很會玩這種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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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顆 我很喜歡小五的影片帶來的歡樂 我是一個無腦粉 喔我跟你說 這是稱讚而已吧 這沒有什麼回答的吧 謝謝你 小五感覺很忙 想知道都怎麼規劃時間 我會有一個本本 紀錄我隔天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一定會忘記 因為我們瑣碎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其實前一天晚上 註記明天要做什麼事情 真的很重要 要不然就一定會忘記 其實我覺得 你只要有明確的時間規劃 以及稍微記錄一下 你就不會忘記了 該做的事情都會做 老話一句 時間 就是像乳溝 擠一擠就出來了 雖然我怎麼擠都沒有 我看你們好像也 就是 努力 OK OK好 很讚 小編們都很棒 接下來還會有第五個人嗎 OMG 太會問了吧 會 會 只能說第五個人 確定還是 身邊的朋友 那他是 他不會直接加入我們的主頻道 我是會幫他 一個女生 然後獨立開出一個 他自己的頻道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Punking 我們的寵物 我們的狗狗也要開頻道了 現在六月初 就會陸陸出去 就是 露出這些東西 我跟你說其實我覺得 最好做應該是寵物 對 他真的太可愛了 怎麼會有那麼可愛的狗狗 好興趣拿到爸爸的身邊 好啦 謝謝今天達人社的邀約 來到這邊跟大家聊了好多好多的內心話 以及就是在我頻道看不到的東西 那如果說呢 你想更了解我們小無 以及劍行我們小無頻道整個團隊的話呢 可以到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我們的FB粉絲專頁 以及我的IG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了解更多我們的私生活喔 那我們就下回見囉 掰掰 很恐怖耶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讓你 醜到三點拍 真的假的 抽這個就要醜到三點拍是不是 等一下喔 好喔 廠商 有時候規矩就是規矩 我說改兩次就是改兩次 不要再改很多次了 好嗎 完蛋這次騙出去會不會覺得我很暴躁啊 等一下他有被罵吧 哪有 還是你準備好了 你說我也準備好了 你想要罵我 我自己以為是